从生意地的方面来理解 无众生可渡 也无有极乐世界 如果从这方面理解 就容易失去修行的动力 请问上师我们修行是否 还是应该从世俗的方面去修和理解 不是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这个可能是对这个空心的一种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误解 空心虽然是从生意地 我想我们可能也许有些人 还不知道什么叫生意地 就是说从佛的角度来讲 从佛的角度来讲 这些终生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 所以佛的境界当中 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终生 但是我们的甘管的世界里面有终生 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 第一个就不矛盾的 另外一个呢 刚才说我们的修行 是不是从世俗地 世俗地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意思 那从世俗地开始是不是 那当然是从世俗地开始修行 为什么我们的事修行 窗盾的